民间官方都有着历史诉仇的韩日两国 由于两个月前 尹锡悦借着二战征用工赔偿的政策 向日本释出友好讯息 两国在以合作对抗北韩核武威胁 作为全面破冰的契机 尹锡悦当时特别到东京跟岸田文雄拜会 周日的时候日本首相率团到首尔回访 日韩领袖彼此的穿梭外交隔了12年正式启动 尹锡悦上任中年坚持清美和清日的路线 让韩美日铁三角重现 尹锡悦也暗示日本可能会加入韩美的华盛顿宣言 加强对于北韩的威慑力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七号中午率团抵达南韩 第一个行程就释出诚意和善意 来到韩战迅国将士长眠的首尔显中院参拜 而当天下午 尹锡悦也为岸田文雄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欢迎仪式 前日完南韩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两人随即进入龙山总统府会晤 岸田文雄此行象征日韩领袖互访的穿梭外交 时隔12年正式重启 两国关系终于破冰 两人对加速两国关系发展 有共识一百多分钟的谈话 确认日本让南韩重返贸易白名单的状况 也推动南韩半导体和日本材料零组建产业供应链 建立合作机制 还商定要重启停摆十多年的科技合作协商管道 除此之外岸田文雄更承诺 会努力化解南韩人对福岛核废水的担忧 同意南韩在这个月23号派专家团到福岛核电站进行考察 至于各界关注的二战真用功赔偿后续措施 岸田也主动表态 日本朝日新闻点出 虽然并非南韩一直以来要求的谢罪 但比起只表明继承历届内阁史观的立场 岸田这一回的表述更有深度 已经体现出想要修复日韩关系的决心 只是没有听到岸田亲口说出对不起或是反省二字 还是让部分南韩民众相当不以为然 在日韩峰会期间反对派人士和支持者都发起集会 涌现首尔街头鼓噪嗆瞎 南韩朝野对引安会的看法也非常两极 执政的国民力量党评价日韩关系开启新篇章 不过再也最大共同民主党则抨击 事前所未有的屈辱外交 持续升温的北韩武力挑衅是促神日韩关系重修旧好的关键 这一次引安会对于应对北韩威胁也谈妥强化韩美日三方安保合作 尹锡悦更暗示日本可能加入韩美加强威者的行列 不满韩美发表华盛顿宣言 正在气头上的北韩近期公开举行扩心仪式的消息 在青年学生集会上焚烧以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 尹锡悦为原型的稻草人切愤 专家分析认为南北韩当前要恢复力行热线 可能还得再等等 日韩领袖的穿梭外交始于2004年 当时南韩总统陆武炫和日本时任首相小圈纯一郎 也是为了共商朝核问题才约定互访 但期间先是因为小圈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使穿梭外交中断 2008年李宁波失期虽然一度恢复 最后仍因为历史纠葛和领土争议喊咖 普行会上台之后 日韩依旧围绕慰安妇议题争论不休 接着文在寅政府又因为推翻慰安妇协议 让日韩关系降到冰点 就连2018年举办平昌冬奥也没能扭转局面 安田文雄这一次难憨行 尹锡悦拿出国兵级超高礼遇 晚宴在南韩总统官邸 准备满满一桌韩国宫廷料理 还为喜爱米酒的岸田 端上南韩传统庆州罚酒 尹锡悦就任一周年 坚定清美和日的路线 重塑南韩外交格局 韩美日铁三角重现 也牵动东北亚情势 TVS新闻 综合报道 傻瓜